7月1日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后,震涉富豪业主,深受大陆豪客喜爱的何文田豪宅天柱,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翌日,一伙前年以7000万元扣入的四房分层楼黄。 竟然他大定,外地买家放弃成交,积输350万元离场,成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首个他定新盘,根据一手成交记录策显示。 新地零一六何文田项目天柱8在27楼D室,实用面积1576方尺,属四房两套房间隔,买家在2018年11月19日以705.92万元招标购入上述单位,平均尺价44454元。 买家在项目投标当日,需付楼价5%作为定金,即350.296万元,其后需在今年3月31日前附清余额,为根据最新显示。 该中交易在7月2日正式终止,料备发展商没收该不预350万元定金。 据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,登记买家名为王蔚宁,持有香港身份证,试次入市要付15%印花税,即1050.9万元。 大额豪宅买家脚镇撻定,另一边商,资座房屋也有人离场。 防协调景领项目翠领峰上月六得手中撻定,日前再有交易中止,单位为32楼H室。 实用面积281方尺,属一房间隔,在2018年3月以252.3万元售出。 赤价8979元,买家前后以负楼价10%定金,交易最新在周四中止,料损失25.23万元离场,成为该盘第二宗撻定个案。 事实上,根据本部统计,今年上半年新盘市场撻定个案不绝,以6与220宗撻定,对比去年同期的199宗,高出10%。 金额方面,今年上半年撻定金额达2.49亿元,也较去年同期的2.25亿元高10.6%。